最近漫威新登场一名超级英雄 她就是被称为美国小姐的阿美丽卡查维兹 作为能够跨越多元宇宙维度的超级英雄 很多小伙伴对阿美丽卡这个角色非常好奇 那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美国小姐的起源故事 15年前的的一个夜晚 一家三口正在海岸边上看星星吹海风 此时小男孩发现了海边有一些异常情况 一名溺水的小女孩躺在木板上被海浪冲上岸 这家人贴心地拿来毯子包住她并询问她的信息 在简单地询问过小女孩的经历后 这一家好心人决定收养这个小女孩 他们一直想要多一个孩子 刚好这个孩子是一个孤儿 虽然不是亲生血脉的孩子 但是只要有爱就可以让大家变成真正的家人 15年后的洛杉矶 阿美丽卡正挥舞着自己的拳头冲向眼前的敌人 但是眼前的敌人不是九头蛇或某个反派 而是一只因为某些原因变得超级巨大的岩鼠 当阿美丽卡想要一拳击败这只岩鼠时 却发现自己的拳头居然打不出一点效果 并且还被巨大岩鼠一巴掌给扇飞 这时英言凯特毕孝普赶来支援阿美丽卡 但是下一秒巨大岩鼠立刻不要命地冲了过来 同时地下还出现了更多的超级巨大的变异岩鼠 整条街道的行人都在慌张的四处逃窜 此时一位阿美丽卡的忠实粉丝拿着摄像机采访他 尽管阿美丽卡不断劝女孩赶紧去避难都劝不动 而阿美丽卡回答了一些关于自己父母和家庭的话题 当小粉丝跑去避难之后 这波变异岩鼠也解决掉了 据说这些变异岩鼠都是九头蛇组织搞的实验 话音未落 更多的变异岩鼠冲破地面钻了出来 这画面看起来就像是打地鼠一样 紧接着名为拉莫内的超级英雄女孩赶过来帮忙 有了拉莫内的帮忙这场战斗变得轻松了很多 拉莫内一边打一边约阿美丽卡去和她的家人吃个饭 算是带自己的女朋友回家去见家长 这时候阿美丽卡的超能力又开始忽然间消失 这使得她被巨大岩鼠先飞 在凯特毕孝普和拉莫内震惊的眼神中砸落在地 并且彻底晕了过去 在梦里面阿美丽卡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时 她被那一家人救回去后变得很恍惚 不管大叔怎么问小阿美丽卡关于家人的信息 阿美丽卡都无法说出任何有用的话 但阿美丽卡知道 他们全都是非常好的好人 阿美丽卡缓缓醒了过来 拉莫内此时正在阿美丽卡的身边照顾她 阿美丽卡立刻弹射起床 一言不发并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快步离开自己的宿舍 来到了夕阳照射的天台上 然后她的脚离开天台开始腾空 飞到天上去的阿美丽卡立刻转身 对着天台就是一拳暴击打碎水一块 然后立刻抬脚对着天台展开 能穿越维度的星星传送门 在搞完这一切之后 阿美丽卡终于愿意坐下来 和拉莫内好好的聊一聊了 拉莫内以为是自己邀请阿美丽卡和家人吃饭 但是阿美丽卡因为永远不能和自己的家人团聚而难过 但阿美丽卡表示不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自己的超能力突然会开始消失 这番话可把拉莫内给吓得够呛 她赶紧安慰说她会陪阿美丽卡找出原因的 阿美丽卡正在低头沉思和伤心 这时候手机响起了消息通知声音 她熟练地掏出手机 然后就发现了新闻正在播报一起事件 华盛顿居民区被某种神秘立场包围 居民全都被困在里面无法掏出 而阿美丽卡从小长大的家就在这里面 她立刻打开传送门直接飞了过去 转眼间她就来到了神秘立场的上空位置 看着这片地区熟悉的街道和房子 让阿美丽卡的回忆逐渐涌上心头 小时候被收养的她很孤僻 但是伯托哥哥很温柔地过来和她聊天说话 并且掏出一个可爱的蓝色小河马玩偶 正是这个可爱的小河马玩偶打开了阿美丽卡心房 但是此时阿美丽卡都快忘记她离开家多久了 正当她飞在空中时 她的力量再度忽然消失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她掉落在了垃圾堆里 不幸的是有人全程看到了她掉进垃圾堆中 这个人正是大家躲好邻居蜘蛛侠 她也前来帮忙调查和解救被神秘立场困住的居民 但是这个神秘立场似乎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进去的 阿美丽卡只能够使用自己的能力 她对着神秘立场防护罩发动星星传送门的力量 静静一拳就将立场防护罩打出一个星星图案的门 于是蜘蛛侠开始负责带领所有居民逃出神秘立场 而阿美丽卡则是跑回来了自己的养父母的家 果不其然这里被人纵火了 便是阿美丽卡的邻居说她的养父母都被困在了里面 阿美丽卡立即飞了上去 她冲破窗户的玻璃 按照自己的记忆寻找着每个房间 最终她听见了自己养父母的呼救声 她那头发斑白的养父母一家人正被困在火海中 而阿美丽卡这一刻居然力量再度消失 但是愤怒的她一跺脚强行发动自己的力量 她冲破天花板 一路飞了上去 直到飞出到天台 她的目标正是天台山的巨大蓄水石 阿美丽卡用蓄水池浇灭房子的火焰 而她完全没有注意到在某处的天台山 一个神秘人正时刻关注着她 阿美丽卡会到火焰熄灭的房间内 她成功拯救了自己的养父母家庭 眼前的家人是那么的熟悉有富有距离感 而养母则是将一张纸条交给了阿美丽卡 这是纵火的人塞进门凤里的 纸条上的内容写着 你应该多留心自己的家人 毫无疑问这是威胁 在阿美丽卡小学的时候 她曾经因为同学对她的家人不尊重 而痛揍了一个男孩 哥哥伯托即使出现阻止了这场打架 而阿美丽卡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同学说阿美丽卡的家谱是虚假的 哥哥还想安慰阿美丽卡说他们是一家人 但阿美丽卡拿出自己画的族谱 上面画着的是一个名为乌托邦的平行围图 上面有自己的两位妈妈和她已经奶奶 最右边还画着一团紫色的造物组 阿美丽卡解释自己自从被收养之后 就记不起以前的事情 但现在她全都想起来了 她说她的两位妈妈牺牲自己拯救了所有人 所以她未来也想成为像妈妈一样的英雄 而心理医生对此并没有感到惊讶 反而温柔地问阿美丽卡 是否还记得自己为何会从乌托邦平行围图 并且掉落在大海里被养父母捡到 但阿美丽卡全都想不起来了 心理医生认为阿美丽卡是受到创伤后的自我幻想 这样子会自愈自己受到的伤害 养父母对于阿美丽卡的过往一无所知 此时一只鸟飞了进来 阿美丽卡似乎想起了什么 她闭上双眼感受着力量 紧接着她开始漂浮了起来 阿美丽卡在这一天成功回想起来自己的记忆 以及觉醒了自己的超能力 而养父母和心理医生则是被吓得目瞪口袋 画面一转 阿美丽卡来到了自己养父母暂时避难的姑姑家 姑姑也热情地欢迎着阿美丽卡 看得出来阿美丽卡的养父母家庭和亲戚们非常喜欢阿美丽卡 阿美丽卡开始和自己的哥哥博托聊天酗酒 毫无疑问阿美丽卡已经有好几年没回国家了 养母此时质问阿美丽卡那张纸条的事情 她觉得是阿美丽卡一直成英雄才导致被人顶上 气氛此时此刻尴尬到了极点 养父为了打破僵局而邀请阿美丽卡一起回店铺看看 而阿美丽卡也想起了六年前的事情 当时阿美丽卡发现有一群混混在欺负一个人 她三拳两脚就将这些小混混给全部打扣 正当阿美丽卡还在沾沾自洗的时候 一名警官发现了阿美丽卡 之后阿美丽卡被警官亲自送回了养父母家 而这已经是阿美丽卡被警官抓到的第三次了 养父母对于阿美丽卡去当一警这件事很生气 他们觉得这种行为太过于危险 阿美丽卡应该过上更加安全普通一点的生活 但是阿美丽卡却觉得养父母不理解自己 并且说出了养父母不是真正的家人这种伤人的话 阿美丽卡跟随养父一起来到他们家的便利店 养父也在这里想要和阿美丽卡谈谈性 表达一下养父母一家对她的关心和爱 阿美丽卡此时理解养父的意思 但是这些话题她实在聊不下去 她忽然想到需要看一下便利店内的监控 也许监控拍到了释放神秘立场和纵火的犯人 她开始快速浏览监控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发现的确有一名可以的人 而那个人往店内的地板上丢了某个东西 阿美丽卡找到这个东西 是一枚游戏机的代表 阿美丽卡知道自己必须要去抓到这个犯人 而养父则表示阿美丽卡才刚回来就要走了 这也让阿美丽卡想起了那段难过的事情 和坏人打了一场价的阿美丽卡进入热闹的家 而养父母知道阿美丽卡只是又跑出去打架了 虽然在阿美丽卡眼中是去当超级英雄去了 养母则怪阿美丽卡只顾着自己而不考虑担心她的家人们 而阿美丽卡则大吼表示她必定任何人为她付出任何贡献 养父表达阿美丽卡是他们的家人 家人们都爱着阿美丽卡 但是正处于叛逆年龄的阿美丽卡却吵了起来 她说出了一些非常伤害养父母家庭的话 阿美丽卡至今都非常后悔说出这些话 通过凯特毕孝普的线索 阿美丽卡找到了一间偏僻的街机厅 她进入街机厅内寻找着敌人 而一身黄色外套的神秘人被发现后拧头就跑了 这神秘人一蹬脚就开始往天上飞 阿美丽卡也只能直接追了过去 在这过程中自己差点还能力失控而掉落下去 最终阿美丽卡追到了一座神秘小岛上 这座小岛上有着一些废弃掉的医疗建筑 在她恍惚的时候 阿美丽卡遭受到了一道雷霆的袭击 而这神秘人来到即将昏厥的阿美丽卡面前 对她说 欢迎回到乌托邦平行围堵 阿美丽卡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最终她看见了眼前的帽都神秘人 而这神秘人摘下帽都后居然是一名脏便小美女 而阿美丽卡此时被束缚在一张床上 她问阿美丽卡准备好之道一切都真相没有 不管阿美丽卡做没做好准备 她都直说了 她叫卡塔琳娜 是阿美丽卡的妹妹 卡塔琳娜之所以会抓走阿美丽卡 是因为她想要让阿美丽卡恢复全部的记忆 只要使用这一管药剂 就能唤醒阿美丽卡深藏起来的记忆 当然卡塔琳娜并不打算强行给阿美丽卡打药 用或者不用都在于阿美丽卡自己选择 卡塔琳娜说阿美丽卡并非来自 名为乌托邦平行维度的世界 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 角盖尔斯的有钱人的私人岛屿 并且阿美丽卡的两个母亲 其实是两名小岛上的博士 卡塔琳娜这一番话的确把阿美丽卡给唬住了 但她仍旧保持着高度的质疑 而卡塔琳娜对这一切事情娓娓道来 他们的母亲是名为艾丽娜和艾米丽娅的两名医学博士 他们被戴尔斯邀请到这座小岛上 进行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研究 而这座岛上有大量患有这种病症的孩子被困在这里 首要研究的孩子就是刚患病没几个月的阿美丽卡 而最主要的研究工具是一个巨大的一空间方舱 这个一空间方舱用魔法力量催动 魔法能量能很好地医治孩子们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病症 只不过这种研究还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副作用 当一空间方舱被打开后 里面连接着的唯美魔法世界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毫无疑问这个美丽的魔法世界非常的吸引人 当卡塔琳娜再度打开这个废弃的一空间方舱时 里面却是空荡荡的硕大的废弃房间 他露出手臂上的星星图案说 盖尔斯称呼我们为小星星 阿美丽卡看到这似乎真的响起了什么 但是他仍旧不愿意注射那一管药剂来恢复剂 然后阿美丽卡用力挣脱床上的束缚袋 一瞬间就冲过去要一拳打在卡塔琳娜的脸上泄温 但是卡塔琳娜一甩手便放射出雷霆来反抗 卡塔琳娜还说阿美丽卡之所以会这么强大 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被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 俩人画布投机开始上下翻飞打了起来 而卡塔琳娜一边打一边说着当年他们妈妈经历的事情 当初盖尔斯已经在把阿美丽卡当作魔法实验的小白鼠 但是后来发现卡塔琳娜更有可能成为研究的突破口 所以想要把卡塔琳娜也卷入这场无人道的魔法研究 而卡塔琳娜的阿美丽卡的妈妈们肯定都不老 他们虽然没有拒绝 但其实甚至盖尔斯的研究有个长的 在打斗的过程中卡塔琳娜手中的药剂掉落了下来 阿美丽卡顺手把药剂给捡起来拿在手中 卡塔琳娜问阿美丽卡知道为何最近超能力总是莫名消失吗 就是因为盖尔斯的魔法实验的效果快过去 而当魔法效果彻底消失后他们两个也将死去 阿美丽卡还是不愿意相信 但是卡塔琳娜的这一番话让他再度产生了自我怀疑 紧接着他跟随卡塔琳娜来到一间神秘的实验室内 这里面陈列着很多医疗舱 这原本是盖尔斯想要完成的一项批量测试实验 现在卡塔琳娜重新启动了这一项实验 因为他觉得他们的母亲正是要帮助盖尔斯完成这一项研究 只见每一个医疗舱之内都躺着一名被当作小白鼠的小孩子 而这些孩子就是卡塔琳娜要重现盖尔斯的实验的材料 阿美丽卡表示让小孩子接受这种实验是非常危险且不人道 但卡塔琳娜却说他们的母亲曾经就拿阿美丽卡做过这个实验 阿美丽卡不相信自己的母亲真的这么做 她相信自己的两个母亲都是英雄 卡塔琳娜愤怒地把阿美丽卡甩飞出去 说他们的妈妈为了做实验肯定也会牺牲几个实验对象 阿美丽卡听到后生气地站了起来 然后脚猛踏在地面上 但是魔法又失灵了 卡塔琳娜嘲笑阿美丽卡的魔法又失灵了 但是阿美丽卡不放弃地多次跺脚 然后魔法成功施展出来 一个巨大的猩猩魔法传送门在卡塔琳娜脚下展开 然后把卡塔琳娜传送到新泽西州的高速公路上 阿美丽卡看着能够恢复记忆的药剂陷入沉思 最终她还是选择使用这一款药剂 而记忆也终于开始涌上脑海 年幼的阿美丽卡正被盖尔斯叫索多使用魔法 艾丽娜和艾米丽娅两个妈妈赶紧慌张地跑出来 然后就要带阿美丽卡回房间去 在房间里他们讨论着计划 他们发现盖尔斯的计划越来越接近完成了 为了保护好他们的孩子阿美丽卡和卡塔琳娜 以及拯救这里所有被盖尔斯做实验的孩子们 他们决定带着所有孩子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过程注定是不会轻松的 在某个清晨的时候 妈妈把阿美丽卡和卡塔琳娜叫醒 然后她抱着两个孩子开始逃离这个地方 但不幸的是负责把所有小孩救出来的艾米丽娜被发现了 虽然小孩子们都被救了出来 但是艾米丽娜选择吸引警卫的注意力而来到一空间方舱 当警卫赶到这里准备抓捕艾米丽娜的时候 艾米丽娜打开了一空间方舱然后手握一颗手榴弹 在交代艾琳娜一定要将孩子们救出去后 她转身对着一空间方舱投掷出拔掉保险栓的手榴弹 紧接着狂暴的魔法能量随着剧烈的爆炸而泄露出来 这场爆炸差点就波及到了艾琳娜 还没时间给艾琳娜伤心一会 忽然出现的盖尔斯就已经拿着手枪瞄准了艾琳娜 然后便是几声枪响 艾琳娜伸中树枪向后倒下 这一幕吓坏了年幼的阿美丽卡和卡塔琳娜 所有孩子都开始难过地围了过来 而伊林那对孩子们说了最后一句话 让他们看看 你们这些小星星有多厉害吧 话音刚落 所有难过的孩子都开始看向开枪的盖尔斯和她的保镖们 只见所有孩子纷纷施展自己的星星魔法能力 将盖尔斯和她的保镖都按在地上疯狂乱揍一顿奶泄粉 这些孩子们的星星魔法能力也正是盖尔斯的实验结果 阿美丽卡还想扶妈妈艾琳娜起来 但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艾琳娜赶紧说道 阿美丽卡 带着你的妹妹离开这里 希望以后你想起我和这个地方的时候 指出美好的部分 话音刚落 艾琳娜便彻底断了气 阿美丽卡抓住妹妹卡塔琳娜的手 然后猛踩地面尝试发动自己的星星传送门 但是盖尔斯此时却冲了过来 阿美丽卡也很保护卡塔琳娜避免受到盖尔斯的伤害 然后她用力闭眼吸气沉思 成功一脚踩出一个巨大的星星魔法传送门 就在她带着卡塔琳娜进入传送门时 卡塔琳娜却被盖尔斯抓住了 最终盖尔斯抓住了卡塔琳娜 阿美丽卡只能一个人从传送门逃离出来 她没有办法再回去拯救卡塔琳娜 因为她掉进了海里 她只能乘坐一块浮板漂流 然后捂着脸痛哭起来 回忆起一切的阿美丽卡流下了眼泪 但想起来一切都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她要像两个妈妈一样按计划救出所有的孩子们 所有关着小孩子的医疗舱被阿美丽卡打开 此时卡塔琳娜终于飞了回来 她质问阿美丽卡在做什么 阿美丽卡表示自己回忆起来一切记忆 她认为他们的妈妈同意用孩子们做实验 纯粹是因为身处于当时的环境所以别无选择 但是现在他们有的选 而卡塔琳娜却说她想要的选择 就是能让她过上想要的生活的选择 阿美丽卡表示妈妈们牺牲自己就出了所有孩子 如果当初阿美丽卡能牺牲自己就卡塔琳娜那她肯定也会做 但是找到治疗自己的方法却并不是用这种方法 卡塔琳娜看阿美丽卡吃硬不吃软 于是把阿美丽卡的哥哥伯托滴溜出来 这时她在回来的路上顺手抓过来当人质的 伯托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 小时候伯托真得非常照顾阿美丽卡 但现如今伯托居然成为了卡塔琳娜的人质 如果阿美丽卡想要救出自己的哥哥 那她需要去一空间方舱帮卡塔琳娜做一件事 卡塔琳娜把阿美丽卡带到一空间方舱的面前 她似乎想要借用阿美丽卡的力量再度见到妈妈们 但是阿美丽卡却对此感到非常的惊讶 原来卡塔琳娜从始至终都目的都不是自愈自己 她想要的都是能够将自己的两个妈妈带回这个世界 而卡塔琳娜知道阿美丽卡拥有穿越多元宇宙的能力 以她的能力完全可以将死去的妈妈们带回这个世界上 但阿美丽卡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复活死去的人 不管阿美丽卡怎么劝说卡塔琳娜都没有用 卡塔琳娜铁了心想要将两位妈妈带回来 而这个被卡塔琳娜强化过的一空间方舱 再配合上阿美丽卡的超能力 她觉得一定可以将自己的妈妈给带回到这个世界上 阿美丽卡表示就算她将妈妈从平行宇宙里拉出来 两个妈妈也肯定是不会同意这个做法的 而卡塔琳娜说阿美丽卡错了 她在夜晚入睡的时候总是能听见声音 听见妈妈在对卡塔琳娜说话 因此她觉得妈妈一定也想回到这个世界上 但阿美丽卡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气急败坏的卡塔琳娜利卡放电电波托 以此来要挟阿美丽卡打开能带回妈妈的星星传送门 而阿美丽卡也无奈只能照做 她左脚狠狠地踏在地板上爆发魔法能量 能量与一空间方舱内的魔法波动发生共鸣 星星魔法开始逐渐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阿美丽卡却说这歌传送门是不会起作用的 私母心切而失了之的卡塔琳娜咆哮道 你曾经抛弃过我 甚至还抛弃过你养父母一家人 难道现在你还要把能够拯救回来的妈妈都去之门外吗 阿美丽卡反驳 表示自己愿意为养父母做任何事情 为自己的家人和为了卡塔琳娜做任何事情 但是两位妈妈她们真的已经死去了 话音刚落 地面上瞬间展开一个一个巨大的星星魔法传送门 这就是卡塔琳娜想要带回妈妈的传送门 但是卡塔琳娜却吼叫说为何妈妈没有聪明的出来 阿美丽卡说两位妈妈其实从来都不在这 并且说卡塔琳娜脑海中妈妈的声音是幻想出来的 然后阿美丽卡劝卡塔琳娜跟她一起回去和放弃实验 卡塔琳娜一听要放弃就妈妈和放弃治疗自己的边缘综合症 马上和阿美丽卡吵了起来 而且一边吵还一边往后退 阿美丽卡看情况不妙 赶紧叫卡塔琳娜注意安全 但最终还是迟了 卡塔琳娜被星星传送门吸了进去 她没有任何办法逃离传送门的牵引 阿美丽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卡塔琳娜消失 当阿美丽卡再一次看见自己的妹妹消失在眼前 她的内心悲痛却又十分复杂 就连她都不知道这传送门会传送到哪里 因此她选择先救下自己的哥哥伯托 目睹了一切的伯托作为哥哥只能紧紧抱着阿美丽卡安慰着她 他们救出所有被卡塔琳娜抓来做实验的孩子 她会帮助这些患有边缘综合症的孩子找到新的家庭 而阿美丽卡特逐渐接受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和背景故事 同时她也明白了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她回归了自己的养父母家庭 不在乎血缘关系 只有家人们之间有爱 并且关心着对方就行了 很多时候人们总是记得以前的美好 但是总会忘记眼前的事物也一样非常珍贵模样 阿美丽卡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英雄 她有着很多英雄都没有的东西 没错就是家人 这是阿美丽卡的一篇起源故事和成长故事 和电影里面的阿美丽卡有着类似但不一样的起源 阿美丽卡还是一个会成长的超级英雄角色 同时也把很多buff都叠加满了 诸位小伙伴可以数一下这篇漫画里叠加了多少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本期视频不妨加关注点赞评论 下期视频我们很快再见